李葵被人抓進牢,他嚇了那傢伙,他進去就說:「我是職日神掌,為何要我擔家?我幾大都搞到你們繼周一,整人都死青光。」 那個壓勞折騎,禁止等等都知道羅真人道行很高強,誰不佩服呢?都走來問李葵了,你到底是誰人來的? 什麼人啊?我說羅真人親隨職日神掌?因為一時做錯了些事,極惹了真人,將我罰在這樹,叫我受點苦難,三兩天之後必定來接我的了。 你們如果不將好酒好菜來保養我,我就叫你們人人都陷家產。 那個折騎奴子聽他這麼說,不就怕了,就唯有買酒買肉請他吃了。 那麼,李葵見他們怕了,就越快說了那些古靈精鬼來嚇他們。 監牢的人越快怕了,又找了熱水來給他洗身,換了些乾淨衣裳。 李葵說:「如果沒有酒沒有菜,給不夠東西我吃,我就飛去,等你們受苦。」 那麼監牢裡面的肉粥,就唯有倒貼錢來侍候他。 那麼,李葵問在繼州監牢裡面這件事,就不提他了。 現在說羅真人,他將上面的事,即是施了李葵去繼州監牢這件事, 說了給大仲聽,大仲只是苦苦哀求,請他放回李葵。 羅真人就留大仲在罐裡面住,問起山寨裡面的事情。 大仲就說給他聽,說朝天王,宋功榮,仗義疏才, 專門替天行道,誓不損害忠臣烈士,孝子賢孫,義夫節婦。 那麼,我就好多好處。 羅真人聽了,就非常之歡喜。 一年住了五天,大仲就天天都叩頭行禮, 就求羅真人救李葵出來。 羅真人說,這些人趕走他就算了,不要帶回去了。 大仲就說,真人你不知道,這個李葵雖然是愚蠢, 不懂得道理,只有一些好處。 第一,等直,師傅都不肯隨便拿人的東西。 第二,他不會對人阿虞奉承,雖然是死,他忠心不改。 第三,他並無淫欲邪心,不會貪財貝義,有事就勇敢當先。 因此,宋公明非常愛護他。 如果這次沒有這個人回去,那麼小人就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。 羅真人笑著說,哈哈哈哈,貧道早就知道這個人是上界天殺星之素, 唯因下界眾生作業太重,故此罰他下來殺陸。 我不會違背天意害了這個人,只是磨他幾天,等我接他回來還給你。 大仲聽了,立刻叩頭多謝。 羅真人喊了一聲,歷士在這裡。 稍後,在松學圈前掛你一陣風,奉一果,一瓶黃金歷士出現。 那個黃金歷士稟告說:「我屍有何命令啊?」 羅真人說:「上次派你押去繼州那個人,罪孽已悶。 你去繼州監牢接他回來,速去速回。 歷士認了一聲,就飛了去。 若我過了半個時辰左右,在半空中將李葵掉下來了。 大仲連忙扶著李葵就問他:「賢底,你這兩天去哪裡?」 李葵不理那麼多,一見羅真人,一你叩頭猛敗,鐵牛不敢了,鐵牛不敢了。 羅真人說:「你從今之後,應該戒了壞脾氣,揭力扶持宋功名,不要有壞心。」 李葵連氣扣了幾個頭說:「一定遵從真人說話。」 大仲又問他:「這幾天,你究竟去了哪裡?」 李葵告訴他:「自從那天,有一陣風就刮了我去繼州府, 在大堂屋子一直撿下去,被他府裡的人捉住馬之虎,說我是妖人。 捉住我,綁起來就叫警察逐竹,用狗血、鮮鳥淋了我全身,全頭都是,打到我兩隻大腿皮開肉爛。 又叫我擔住家,困住我一大腿,有人問我是什麼神啊,為何是天杖掉下來呢? 我騙他,我說是羅真人的親徒即日神掌,因為有些過失,罰我受苦而已。過了三幾天,一定來接我。 我雖然捱了一頓打,也拿了酒肉食,他們都怕真人,就替我洗身,換了一身新衣裳。 千堂我才在艇裡,騙著酒肉食。 只見半空中,這個黃金歷士跳下來,將你鎖鎖開了,看我閉上眼,就像發夢一樣,一直扶到我來這處。 公孫姓說,好像這樣的黃金歷士,我師父有一千多名,都是師父的侍從來。 李葵聽上叫,哎呀,活佛呀,為何你不早點說,變得我做這樣的錯事? 李葵,一美叩頭禮拜,大眾也跪下,再拜懇求。 小人實在來了很多天,高唐州軍情緊急,請師父你大發慈悲,放公孫先生和弟子去救宋公明大哥,破了高臉,就送他滑山。 羅真人說,我本來不讓他去的,現在因為你們大意為眾,姑且讓他走一趟。 弟子呀,你往日學的法術,和高臉的差不多。 我現在將五雷天罡正法傳授給你,你按照這樣做,就可以救得宋剛,保國安穩,提天行道。 你的老母,我會使人照顧她,不用掛心的。 你是應上界天閒星,因此就容許你去幫助宋公明。 你這次下山,事必要堅持一貫學道的決心,不要被人欲所動搖,誤了你的根基大事之好。 好啊! 於是公孫先生就跪下在樹,學了法術,就和大宗李葵拜遲了羅真人,告別了眾道友落山。 回到家裡,收拾好道士衣服,兩口保檢,和鐵官如意等等,拜遲了老母就離山起程。 走了三四十里路,大宗就說了,小人走先去報告給阿哥知道,先生,你和李葵順著大路來吧,小人回到家裡再來接你們。 公孫先生說,好,鹽底你先報告,我們也趕著來了。 大宗就吩咐李葵說,你一路小心服侍先生,如果有什麼差錯,我又有得你捱的。 李葵說,他和羅鎮人一樣這樣的法術,我怎麼敢怠慢他,你放心,你放心。 大宗就綁上甲馬,作起神幸法就走先去了。 現在說回來,公孫先生和李葵他兩個離開了二仙山九公園,跟著大路走,到了晚上,找客店休息。 李葵就很怕羅真人的法術,所以十分小心來服侍公孫先生,一點都不敢發脾氣。 兩個人走了三天,就來到一個地方,地名叫武江鎮,只見街市上人冤囂物。 公孫先生說,你兩天我們都走得很累了,賣碗齋酒齋麵吃的才行。 李葵說,這也好啊。 看到大路旁邊有一間小酒店,兩個人進去裡面坐下,公孫先生坐在上手, 李葵就解下腰包,在下手坐在上手,叫伙計打點酒禮,又要那些齋菜。 公孫先生說,你的樹有沒有齋點心賣的? 那個伙計說,我這裡只是賣酒肉而已,沒有齋點心的。 你在市頭那裡有棗糕賣的。 李葵說,等外賣才來。 他就在腰包拿了些銅錢,走出去市鎮就買了一包棗糕。 他剛才想翻轉頭,聽見路邊有人喝彩說,哇,真是大力啊。 李葵看下,原來有一幫人圍著一個大漢,看他在那裡沒有鐵瓜錘。 大家看了我這麼喝彩。 李葵看下那個大漢,見他有七呎以上的身材。 臉上有些豆皮,臉上有壞東西的。 李葵看下那個鐵鎚,大概三十多斤重那樣。 那個大漢沒到興起,就把花鎚打到厄階石上面,啪聲一下。 把那塊石頭打成粉水,大家猛喝彩。 李葵忍不住了,就把祖高塞在一個懷裡,就拿個鐵鎚。 那個大漢渴就說,你是什麼人啊? 今天拿我的鎚? 李葵說,你是什麼人這麼聰明? 還要讓人家看財。 他看得骯髒我雙眼。 讓老爺摸兩道給你們看看吧。 那個大漢說,我借給你摸一下也行。 如果你摸不動,我就摸你一頓才讓你走。 李葵接過那個瓜錘,像玩彈丸一樣。 摸了一輪,輕輕放下。 面又不紅,心又不跳,氣又不喘。 那個大漢看到,立刻跪在地上就拜了。 請問大哥,你高姓大明。 李葵說,你家裡在哪裡住? 在前面就是了,你帶我去。 於是那個大漢就帶著李葵來到一塊地方,有一塊屋。 這間屋還把鎖鎖鎖住門。 那個大漢用鎖匙開了門,請李葵進去裡面坐。 李葵看他屋裡面,都是鐵針、鐵鎚、火爐、鉗、鐵鎖等等的工具。 他心想了,這個人一定是個打鐵人。 對了,山寨裡只用得著,不如叫他逆他入火也好。 李葵就說了,喂,你說個名字,聽聽聽。 小人姓湯明龍,父親本來是延安府之寨官。 因為他懂得打鐵,老聰經略上工就錄用了他。 近年來,父親死了。 小人因為貪賭,就流落在江湖之上,暫時在這處打鐵道日。 小人是最喜歡洗槍龍棒的了。 唯因小人周身有些麻點,人人都叫我做金錢炮子。 請問大哥你高姓大名? 我就是梁山寨好漢,黑旋風李葵。 啊! 聽聞大哥威名很久,想不到今天偶然遇見大哥。 你在這處,幾時才發達? 不如跟我上梁山寨入火,讓你逆做個頭領也好。 如果大哥你不嫌棄我,肯大血小弟樂,我願意和大哥你牽馬。 於是湯龍就拜李葵做大哥。 李葵就認湯龍做弟弟。 湯龍說了,我就無家無失的。 現在就和大哥你去市鎮喝三杯淡酒。 表下結拜的心意,今晚就住一晚,明天一早起行。 李葵說,不行,我有個師傅在前面酒店,等著我賣草糕吃了就起行。 不擔心,現在就走。 為何趕得這麼緊急啊,哥? 你不知道,宋弓明大哥,現在在高唐州打仗,就是等我這位師傅趕去救應。 這位師傅是誰呢? 你不要問那麼多了,趕快拒絕好走人吧。 於是湯龍急急打好包袱,帶齊的使用銀兩,帶了一枝尖粒,掛起一把腰刀。 手上又拿了一把撲刀。 那間破房舊屋,操縱架,全部丟下不了了,就跟著李葵,去到酒店見公孫勝。 公孫勝就埋怨李葵說,你去了那麼久也不回來的。 如果你還回來遲些,我就回去的了。 李葵不敢出聲應他,即是介紹湯龍拜見了公孫勝,將結拜那件事告訴他。 公孫勝聽說他是個打鐵出身,我心也很歡喜。 李葵拿走糕出來,叫伙計拿去整熱他。 三個人一起喝了幾杯酒,吃了走糕,給他走前,這樣就起程了。 李葵、湯龍各自背起包袱,和公孫勝離開了武江鎮,趕去高塘州。 三個人一路走,就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。 那天早上,遇到大宗來迎接。 公孫勝連王問他說,近日交戰的情形怎麼樣? 大宗告訴他,高聯哥家寶,近日戰傷好回來,天天都帶兵來漏打。 阿哥堅守不敢出戰,就等先生來。 公孫勝說,這樣就容易。 跟著李葵就介紹了湯龍拜見大宗,說明了經過。 於是四個人一起趕去高塘州。 離開刑寨還有五里路上的阿遠。 只見呂芳、郭成帶著一百多個馬軍來迎接。 四個人都上了馬,一起跑回到刑寨。 宋江、吳勇他們就出戰在刑寨。 各人都走過來了,擺了接風酒,互相問候。 請進去中軍帳裡面,眾頭領也來慶賀。 李葵就介紹湯龍來參見宋江、吳勇和眾委頭領。 當日,在刑寨裡面,大排現役,歡迎慶祝。 第二天,宋江、吳勇、公孫勝, 在中軍帳商量如何去打高連。 公孫勝說,請主將你下命令,我們全部人馬都出擊, 看看敵軍如何,貧道自有辦法。 當日,宋江就命令各個債,一起率領人馬起程, 一直去到高唐州城號,就在那裡安好營寨。 早上早上,五更主犯,那些兵出來都披掛好衣甲。 宋江、吳學舊的公孫勝,三個人騎著馬直到軍前,搖騎雷鼓, 納喊打羅,一直殺到城下。 今天講講那個知府高廉,他的戰傷已經好回來。 昨晚,昨晚,有人來報告告訴他,宋江軍馬又到了。 所以今早早都披掛好衣甲,大開城門,放下吊橋。 率領那三百神兵和大小將教出城認敵。 兩軍漸漸接近,旗鼓雙網,各各擺開陣勢。 宋江的鎮門一開,十元大將騎著馬跑出來,硬刺地擺開在兩邊。 左手邊五元大將,花榮、秦明、朱筒、歐鵬、呂芳。 右手邊五元大將,就是林聰、孫立、鄧飛、馬倫、博勝。 中間在三匹馬上,為首的是主將宋功名。 左邊那匹馬上,坐著的就是梁山伯,掌握兵權軍師吳學九。 右邊那匹馬上,坐著的就是梁山伯,掌握行兵步陣副軍師公孫省。 宋江吳蓉公孫姓三個總軍主將,騎著馬出來陣前。 看看對陣,金鼓齊名,門旗一開,也有二、三十個軍官, 蓄擁著高唐州知府高廉出來陣前,立馬在門旗之下。 那個知府高廉出到陣前,大聲高叫, 你那幫水蛙草賊,既然有心要來施殺, 一定要分個勝敗,見個輸贏,走的就不是好漢。 宋江聽了,就問一聲,誰出馬去斬這個賊人? 小李廣花榮,停槍約馬直到戰場中心。 高廉見了一隻渴問話,誰給我去殺他? 在統治官隊裡跑出一員上將,叫薛元輝。 他洗兩口雙刀,騎一匹惡馬,飛出戰場中心來戰花榮。 兩個在陣前鬥了幾個回合,花榮撥鑽馬,跑回本陣。 那個薛元輝又不知道他是誰, 中馬無刀就出盡力來追了。 花榮撥鑽馬,念弓取戰,扭轉身, 把薛元輝當堂射下馬。 噢吼吼! 他們兩軍一齊吶喊了一聲。 高廉在馬上見到,氣死來了。 急急在馬安轎前面,拿了那邊聚獸銅牌, 看見他撲撲撲撲撲撲撲了三下。 只見神兵隊裏面又捲了一層黃沙, 照到天溫地暗日色無光。 立喊醒一起,那些豺狼虎豹、怪獸毒蟲, 就在黃沙裏面捲出來了。 宋江那些軍女見到二險又來了, 就剛剛想走了。 然後,共存勝在馬上, 拔出那把蟲蟲蟲古定劍, 指著敵軍,口中黏黏有恥, 喝一聲, 嘖! 只見一道金光射出去, 那些怪獸毒蟲, 就在黃沙裏面紛紛地跌下來。 大家看看, 嘖! 原來都是白紙展成的虎炮走手, 黃沙當時也沒有了, 吹不起了。 宋江見了, 就用一條鞭紙, 大小三軍一齊掩散過去, 只見人亡馬倒, 旗鼓交橫, 高臉急急帶著神兵, 退回到城了。 宋江兵馬趕到城下, 城上立刻拉起吊橋, 關上城門, 那些雷木炮石凌凌凌凌, 像下雨一樣打下來。 宋江叫打羅收兵, 回到營寨, 點了點人數, 傷亡甚少, 你打了一場大勝仗, 大家都稱讚公孫先生, 神功道幸高超, 然後就賞賜慰勞三軍了。 第一, 宋江分兵四面圍城, 盡力攻打。 公孫先生對宋江吳蓉說, 昨晚雖然殺敗敵軍大半, 得破三百神兵, 退回到城, 今天我們攻他攻得那麼緊, 那個家夥今晚必定會來偷刑劫債的。 今晚我們收了兵, 夜晚分開四面埋伏, 這處就是虛窄刑盤, 叫各個將領, 一聽見雷響, 見到寨裡頭火起, 一齊進兵, 於是就馬上傳令下去了, 當日功成功到未排時分, 即是下午兩三點鐘, 四面收兵還債, 跟著在營裡大吹大雷喝酒。 天黑了, 眾頭領就暗中大兵分頭出發, 在四面埋伏了。 一講是宋江, 吳蓉, 公孫成, 花榮, 秦明, 呂芳, 郭成, 就上去土坡上面等候。 當晚, 高年果然點起三百神兵, 各人都背著鐵胡佬, 裡面放著硫磺撲燒, 燕火弱燒, 個個都拿著勾人, 鐵掃把, 口裡面都含著哨子。 二更前後, 他大開城門, 放下吊橋, 高年一馬當先, 率領著神兵前進, 背後帶著三十幾個騎兵, 殺去宋江大宅。 上下到了, 高年馬上, 酌氣妖反, 吐呀! 黑氣衝天, 狂風大作, 飛沙走石, 波土陽塵, 三百神兵, 拿出火種, 在葫蘆口上點點點掌, 哨子一齊吹響, 在黑氣中間, 火光罩身, 大刀闊火衝入寨裡頭來, 自見在高波上, 公孫姓握著把劍, 一洗發術, 就在兇仔的平地上, 嘩! 馬上追著他, 乃是炮子頭臨沖, 眼睛看著, 快追上去了, 知道高年已經到了, 急急著放下雕橋, 高年狼狂的只帶了八九個騎兵進城, 其餘, 陷阱被臨沖連人帶馬, 生禽活捉了他。 高年進到城, 趕著百姓上城守衛, 是呀, 這一次, 高年的軍馬神兵, 就被宋江臨沖殺到絕了。 翌日, 宋江又帶齊人馬四面圍城, 攻擊得非常猛烈。 高年就想了, 我這麼多年學得的法術, 怎知道今天被他破了, 怎麼算好呢? 豈有使人去鄰近周府求救了。 於是高年快快快寫了兩封信, 叫人送去東昌和寇州。 這兩個地方, 就離開高堂州務的縣。 高年想著這兩個知府, 都是他哥哥高求抬舉的人, 請他們星夜起兵來接應。 當時他派了兩個帳前統治官, 帶著信打開西門, 殺出去, 向西邊奪路走了。 梁山伏這邊的頭領, 正想去追趕, 不用命令大家說, 有得放他出去, 我們可以將計就計。 宋光問, 軍師有何妙計? 吳蓉說, 乃, 城裡兵媚將寡, 所以他要去求救, 我們可以用兩支人馬, 扮成救應軍兵, 一路運戰, 那麼高年必定會開門出來助戰。 我們趁勢一舉功成, 將高年引入小路, 那就必定會抓到他了。 宋光聽他非常之歡喜, 就命令大眾回到梁山伯, 另外調兩支軍馬, 分作兩路來。 現在說到高年, 他每晚都在城裡的空曠地方, 堆起柴草, 整天這麼放火為好, 一你盼望救兵來。 過了幾日, 守城的軍兵, 看見宋光的陣裡不戰自亂, 就連忙去報告了。 高年聽了, 就立刻披掛上城觀察, 只見兩路人馬, 展塵閉日, 喊殺連天, 就衝緊前來, 四面圍城的軍馬四散奔走。 高年打算是兩路救兵到了, 就帶著所有在城軍馬, 大開城門, 就分頭掩殺出去。 高年一直撞到宋光陣前, 看見宋光帶著花榮秦榮, 騎著馬向小路退卻, 高年帶著人馬急急去追趕, 忽然聽見山坡後面, 噶噶噶噶,連珠炮響, 我心思疑, 立刻叫收兵, 怎知兩面旁旁聲打響的羅, 左手邊雷方, 右手邊郭城, 各人帶著五百人馬衝過來, 高年立刻奪路逃跑, 他步下的軍馬損失了一大半。 他跑到戰場中心的時候, 看著城樓上已經全部拆滿梁山坡的旗號, 然後再四圍看著, 哼,沒有一處救應軍馬來, 就只有帶著殘兵敗足, 就向著方匹的小路逃跑了。 跑了不夠十里, 山背後撞出了標人馬, 當先湧出病不遲孫立, 攔著去路, 大聲高叫說, 我等你很久了, 快快點落馬受綁。 高年想退回去, 怎知背後又有一標人馬攔著去路, 當先一員大將, 美嚴公諸統, 兩面夾攻過來, 四面都攔著去路, 高年這次連馬都不要了, 走上山了, 四面的梁山人馬一起追上山, 高年慌忙口中念念有詞, 喝一聲說, 嘻, 駕著一片黑雲飛上天, 一直到山頂, 只見山坡旁邊, 公孫勝走出來, 他一見了, 就將把劍向著空中舞了幾舞, 口中也念念有詞, 喝一聲, 嘻, 將把劍向上一指, 就只見高年在雲中倒撞下來, 側近插刺虎雷橫一步搶上前, 一撲刀就將高年斬成兩拳, 正是可憐五馬諸侯貴, 化作男我夢裡人樂。 現在說, 雷橫提著高年首級, 人馬都下山了, 派人先去飛步給主帥之。 宋剛聽說殺了高年, 就收兵進入高堂周城, 首先, 就全下將領, 不得傷害百姓, 一邊就出訪安民, 秋毫無犯。 接著, 立刻就去監牢, 想救柴大官人出來。 那個時候, 那些當勞折騎, 押獄禁止都走青光, 只有四五十個罪犯在處, 宋剛叫人陷爭和他們開了枷鎖釋放他們, 唯獨在犯人裡面, 就是不見柴大官人。 宋剛的心就很憂悶, 找找找, 找到那間監牢, 就困著柴王城一家老小, 另外一座監牢裡面, 就困著由倉州續來的柴盡一家老小, 唯一連日撕殺, 未曾審問法諾, 找來找去, 就是找不到柴大官人。 吳學舊, 就叫人找齊高唐州眼玉禁止來問他們。 其中有一個稟告說, 小人是當勞哲級論人。 前一陣子, 得到知府高唐的命令, 專一嚴密監守柴盡, 她說賓夫說, 但凡有什麼衣服, 你就下手了。 三日之前, 知府高唐要押柴盡出來下影, 小人唯一見到他是個好人, 就不忍下手, 就推堂說柴盡快死了, 不必下手啊。 後來娶得很緊, 小人回覆他說柴盡死了, 因為連日撕殺, 知府不得閒, 不過小人怕他派人下來看, 知道我騙他不得了。 所以昨天就帶柴盡去後面一個枯井那裏, 跟他開了枷鎖, 放了他到他裏面躲避, 現在就不知生死了。 宋光聽了, 連亡叫論人, 就帶人去找, 在後面一個牢房枯井旁邊, 裝裝下去, 嘩, 看上去黑奔奔, 都不知多深多淺, 在上面喊喊, 也沒有人回應。 宋光就想了, 柴盡官人這枝, 實在沒有了。